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32家涨 221家跌 109家平盘 大概七成的股票都涨 而且涨都还不少 加上今天棒球也很好看 又很精彩 行情精彩 棒球也精彩 所以一边看棒球 一边看行情 行情其实不用什么看 前几天下来有买的 今天已经以亿代劳了 全部都大气 看到棒球开心 看到股票大涨也开心 所以今天是开心的一天 昨天美国股市连续第二天大涨 昨天道琼涨316点 两天涨了700点 昨天拉斯达克涨了1.59% 非常棒的体平盘 礼拜一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记不记得 大家担心银行的问题 甚至于很多人把话讲得很难听 又是金融海啸 金融风暴 甚至于什么系统风险 不听话全部都杀出来的脸啊 李特远特别提醒你们 瑞士银行已经确定要并购瑞士信贷了 欧洲的风暴即将落幕 美国的部分联准会也在防堵事情的扩大 所以不要自己怕自己 不要自己吓自己 果然连续两天美国股市都呈现大涨 那我们走得比较前面 因为台北股市受影响是最小的 主要是跟大家讲过嘛 看得到的危险就不危险嘛 你都看到危险了 你难道不会避开吗 是不是 我还举过例子 走在路上前面一个大窟窿 你看到了 你还会掉下去 那就怪你自己啦 是不是 都让你看到危险了 它就不危险了 所以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真正的危险是没有看到的 大家都没有预期到的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只要看得见的 都有办法把它控制住 所以我说过 这一次的美国银行问题 是可控的 不是不可控的 那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银行股普遍大涨2%到3% 尤其第一共和银行 昨天一天大涨了29.4% 连美国的银行股都止跌回升了 那其他类股更是无够后顾之忧嘛 昨天美国的石油股都大涨4% 钢铁股也大涨4% 汽车股的部分 通用涨4.4% 福特涨4.8% 特斯拉大涨7.8% 所以昨天美国银行股风暴一落幕之后 很多公司全部都开始大反攻了 因为这次的落点是落在银行嘛 对不对 那既然银行能够止跌 那其他股票就无后顾之忧嘛 瑞士信贷的部分 但礼拜一一天跌了55.7% 那昨天也只跌回升了 因为公司都有人并购啦 公司都有人买了 跌过头之后 自然他就会上来 好台北股市的部分 本来表现就相对比较强 因为这次美国跟欧洲的银行风暴 台湾根本没受伤嘛 是不是 我们只是自己下自己而已 太多的媒体讲得太过头 金融海啸金融风暴 对 还拿雷曼事件来比较 甚至连系统风险说法都出来了 我就跟大家讲 不要乱想 美国的银行跟台湾没有直接联系 尤其这一次的风暴 台湾几乎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你看外资的操作就知道了嘛 上礼拜五外资大买台子期 5289口 买股票买了109亿 昨天涨93点 外资又大买台子期 1336口 外资在大买台子期 连续大买两天 台子期是高风险 高利润高杠杆 如果外资也看坏这个市场 如果外资也认为 美国银行的问题 会把台股给拖垮的话 那外资怎么敢大买台子期呢 到时候如果没拉起来 被拖垮的话 外资就输产了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外资在大买台子期 你心里面就要有个预感 外资其实也没有看得那么不好 今天外资大买台股两百六十几亿 两百六十二亿 今天根本没低点啊 一开就一路走了 最高涨了247点 你看以台北股市的图形 以台北股市的图形 这一次美国欧洲金融风暴 我们没有跌多少啊 三百点苦肉抛起来 今天过一个多礼拜的平台 冲出去 黄金交叉刚出现 这样的结合 过薪高就在眼前 除非怎么样 除非美国升息升两码 如果美国升息没有升两码 维持一码 或者不升息的话 台北股市必定冲出去 那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嘛 对不对 我们也不要说完全太过武断 除非美国升息两码 如果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台北股市一定会穷出去 一天涨到两百多点 一定要台积电嘛 没有台积电 不可能一天涨到两百多点 今天台积电占指数 就占掉一百三十三点了 大盘两百四七点 台积电又占大概六十八块了嘛 台积电今天又立功劳了 台积电今天涨了十六块钱 占指数占了一百三 台积电连续几天我就跟大家讲过 当市况很乱的时候 我特别跟大家讲 外市今年满一千四百亿 有一千三百亿在台积电身上 所以外市如果没有退台积电 你不要乱乱想 外市把重兵九十%的买进 都在台积电身上的时候 台积电外市没有卖出 台积电如果没拉 这个办法没拉嘛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嘛 对不对 你看今天台积电一起来之后 台积电随时又充哦 台积电随时又充哦 连电更强 连电一直都没有拉回修正 越推越高 越推越高 空担不急了啦 这些空单没救了啦 怎么救 怎么救 礼拜五就最后回补日啦 你还认为你有脱困 脱困的机会吗 没可能的事情嘛 是不是 早就叫你们不要空了 做都不是很好耶 做多那么多股票可以赚钱 为什么要做空被嘎呢 是不是 联电 53块钱 还是太便宜啊 还是太便宜啊 北米才 7倍而已 连8倍都没有 那你空中股票 不是脾氧 总裁去心裁的嘛 对不对 月光更稳啊 50几% 你随时跟着买 随便买 不要说50% 你赚个30% 40%都赚得到啊 筹码最稳的股票 今天这几只股票都 尽了很大的力量啊 让台北股市一起供出去啊 联发科今天也不错啊 联发科今天也不错啊 今天去10块钱 联发科我们从500多 500块600块700块 现在要800 涨到我不建议你追了啦 可是联发科代表什么 联发科代表高获利 高配息高殖利率的代表 高联发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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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配到76块钱 哇 全部配光光 联发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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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联发科身上就告诉你 在财报发布期间 你还要找这种股票 我已经说了一周五 每一段时间 有每一段时间的特色 每一段时间 有每一段时间的主流 市场资金的流向 都会不一样 三月底 全部财报都要出来 财报出来一定的特色 起管的就没效了 那不会起的 尤其联报发布 又兼股息股利 所以一直跟大家讲 你要去找赚大钱 那不会起 公司又舍得配股 同时又具备高值利率 你如果找这种股票 你才败一定贪大钱的 就像我送给大家台信科一样 台信科送给大家的时候 要不会起 我研究报告送的时候 还在这里 四十几块五十块 送完之后财报一发布就飙了 高获利是基本款 可是如果公司舍不得配 那就没用了 公司如果吝啬 没有人会当他股东 对 真顶 论泰心 论泰权 都是一样的情况 你赚那么多钱 不愿意给股东 谁要当你股东 是不是 论泰权也是啊 看他嘴级 股东又拉不到好处 你又不给股东 谁要理你 是不是 论泰心买西啊 所以公司舍不得配的 舍不得配息配股的 那些去用辟水了 所以你要去找那种 赚大钱还舍得给 这样大家才会争相 当他的股东嘛 是不是 所以上半天就开始 跟大家讲这支股票 以这支股票为例子嘛 总泰赚了9.8 很会赚钱 本比才四倍而已 然后又把90%的股息 发给股东 殖利率都那么高 当然大家就抢着要当他股东嘛 总泰 41块钱买 41.7再买 就冲出去啊 高获利低本益比 高配息高殖利率 就在这种股票 短线有压回不会升 这有来在买 要注意 本比才四倍而已 其他同类型的公司 本比都八倍九倍了 他才四倍而已 但我不是叫你要去买总泰 一样画葫芦去找相同类型的 找不到就找零和宴 找不到就找零和宴 你看这支 礼拜一就买这一支啊 获利创历史新高 北比五倍 配3.5元 殖利率8.3% 是不是高获利低本益比 高配息高殖利率 股价在底部啊 股票没风险 行情一喷出去 一巴不可收拾 一喷出去 就没什么来的 既然获利都创历史新高 还配那么多 股价这种 都是送钱的啊 这种上级的 我就说哪一支你听得懂啊 听得懂吗 双红 连标三天了 对连标三天啊 这也是获利创历史新高 收敛 四个月没有动 研究报告都有送你啦 研究报告都有送你啦 就看你敢不敢买而已嘛 有些人说 啊 零和宴上的股票都没去啊 我是专门找那种 涨停板的股票送你吗 还是找那种完全没有涨的 完全没有涨 你比别人领先买 你买在底部 行情一发动边帮你抬轿 你才赚得多嘛 对不对 我如果拿已经涨了一大段的来给你 那是划重取宠嘛 哦 林德彦是经历这股票有够厉害 去这么多 去这么多跟你没关系啊 以前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以后还没发生的事情 以后即将会发生的事情 才是跟你有关嘛 才是你输赢的关键嘛 所以我送股票 我送你股票都是要不会订单的 懂我的人你就知道 林和宴有多好心 要不会订单送你 现在一路噴出去 这样你才贪有大钱 对不对 你要买160 150都买得到嘛 今天193了嘛 那一张起码头你贪3万块啊 那10张就30万啊 要多久时间而已 我昨天又送给大家另外一档啊 昨天送另外一档 你们要来索取 对 昨天送这档 你们要来索取 咱们这支里有来索取好不好 好不好 金三股票 昨天你有索取的 今天开盘马上买 开高3%而已 开盘马上买 不到3% 大概2.5% 开盘马上买 紧接着就涨停了 9点45分就涨停版了 当天买 当天马上大赚7% 忘记 昨天送给你们的 掌头一支的 是不是也是整理了四个月 整理四股的 刚开始发动而已 我是专门送中 刚开始的股票 你昨天又来索取的 有买吗 林黑院心意 如果你辜负了 那真的可惜啊 真的可惜啊 这波大盘涨了3000多点 我知道还有不少人 根本没有赚到钱 因为融资增加一点点而已嘛 大家被去年的下跌 给吓坏掉了 一开始叫你赶快买 不敢 涨到2000点了 又开始犹豫了 啊 去那么多啊 甘好买 所以导致于很多人 根本没赚到钱 我先再给大家一个机会 我先再送给大家 这份研究报告 今天一开盘 20分钟就涨停版了 沒關係 头一支而已 这支股票 五个月的箱形 要不要突破哦 五个月箱形还没有突破哦 200几块落下来 现在100通块而已 去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赚超过一个股本 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在底部盘整五个月 今天一开盘 很快9点20就涨停了 这支股票明天如果破盘局 搞不好一冲出去 缓赚一星期就有30% 林和宴的诚意 我要帮大家的心意 想要知道的 你可以打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来索取 明天如果破盘局压力 搞不好后面 一个礼拜就30%冲出去了 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在底部的个股 我找像同样的 都是一样东西 现阶段就是找 赚大钱 高获利低白亿比 高配息高殖利率 找这就对了 这支不要再错过 不要再错过 今天一开盘 开平盘 9点20就拉涨停了 各位这支 今天第一时间要拉涨停了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索取 一边听我的分析 特斯拉昨天大涨了7.8% 特斯拉我跟大家讲过 休息一个月之后 还要开始了 昨天大涨7.8%的特斯拉 大涨一倍休息 当时跟大家讲 又要开始了 又上当了 特斯拉一涨 特斯拉概念股 转播就都上当了 今天茂莲 去三好盘 茂莲都说很早的 我们对这里开始说了 对不对 这次压回你有落买吗 拉回平台颈线有买吗 你看又拉上来 又挠十几块起来 茂莲后面有个现金增资 办现真的公司 在现真前股价都会拉一波 所以上星期 茂莲最后就在你们提倡了 要买你要紧 今天台办又涨停板了 我们台办大家母的 你们都知道 对不对 然后我们111卖掉 卖掉之后掉下来 掉下来我们要买 我们社会的钱没来 昨天说在105 我们卖在111还是很漂亮 今天突然冲出去 冲出就冲出去了 我的故事你们知道 我不会去追高 电动车有一百多家 我们买底部不追高 涨高等下一波再修正的时候 我们再来买就好 反正台办我们也赚一大波了 对不对 我们82块半的 111块没掉 也贪40%的 反而台办创历史新高之后 强貌要注意 对你看强貌还在低档区 台办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一样是整流二集体 强貌才是国内的最大厂 所以强貌 反正要特别注意 你看地保 我们母的股票 我们都是从地步开始的 常常看我节目你们都知道 对 帽连是买底部的 台办是买底部的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都没问题 对 地保是买底部的 地保是买底部的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都没问题 那我带你进 我也会带你出 带你进我也带你出 电动车主群 我们只做电动车相关个股 光是这个主群 100多家 你钱就赚不完了 起管的卖堆 地保开始走 对 这一档 这一档 净值高着4块 股价30几块 尤其现金是 总市值的两倍 中国票后面一定贪大钱 现在30几块而已 有心想要赚 想要布局的 赶快跟上你的脚步 我只买底部赚大钱的股票 土地保 60%我一概不碰 这是我的原则 你认同我这种方法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 我们可以一起来投资 我找的股票 我们来分享 30% 50% 都很容易达成 你们看我节目看那么久了 我们现在活动 一记的费用 一起来赚一整年 今天送给大家这份研究报告 想索取的 你可以打 02-239-23988 02-239-23988 今天才第一天涨停板 箱形五个月还没过 明天过箱形之后 会不会一个礼拜充30% 我们拭目以待 想要索取这份研究报告的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节绩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皆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年龄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